分享开心 分享快乐 大家好 我是陈颂 今天呢 陈颂跟大家分享一盘录像 这是一个徐树主的这么一个录像 这一季线突破的徐树上市了嘛 趁着新鲜感多玩一玩啊 这局比赛呢 这个我的发挥还是不错的 另外有一个寻优 他打的也是不错 咱们来看一下这盘比赛 徐树主嘛 这个非主流 娱乐为主 那这个胜率高不高 审马的啊 这个咱们不清楚 然后我看不出来 他们谁是中谁是反啊 总之我是不能跟貂蝉搞鸡 但是我也没有距离打貂蝉 然后貂蝉这些三血脆皮啊 咱们就是打不到他 咱们就打一打这个草纸吧 我言以为他是反 然后这些拆迁的啊 路牌的这一只老伙计啊 什么灵统流风不练师啊 看他们都不像好人 然后我们这里面就是 用一下徐树神迹 对啊 火攻自己 其实可以可以不这样的啊 这个我们可以直接找个装备啊 呃就是我们可以直接五血过 五血五牌过 否则觉得场上这个拆迁太多了 呃那就不如直接就回合内觉醒 四血觉醒 然后随便找个装备 起个防具也不错 好 然后我就捉死一把啊 起手两个火攻 好 然后咱们就是四血觉醒 如果回合内部贝勒的话 是肯定能戒严的 杀 嗯 留一个闪防九杀 然后这张杀呢 我也没有杀出去啊 留着离剑 呃像曹子这种名反 你杀不杀他一刀 哎呀 真的没什么意义啊 嘲讽的武将 呃留风 不练师 寻幽貂蝉 他们跳身份了以后都是比曹子更具有这个可打的价值的 这个是强势跳忠诚 又杀又离剑 肉眼 我们看一下啊 佐茨弄他是有老猪狗的技能 呃 AOE他是没有卖血 冰凉寸断 也是有了老猪狗 也不需要别的了 那他这里边是跳了一个呃反贼的身份 铁锁连环的时候外边是有张武器可击的 无论是我开那妈入侵 还是我火攻自己啊 只要那妈入侵 呃这个无论可击 一直都在的 就不知道在谁手里 过河拆桥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跳内拆了冰凉 啊这个是反贼 这一点同样跟大家说一下啊 大家可能对这个 今天突破叙述这个武将并不是很熟 那流风武将牌 我就没有跟他拼杀啊 我没有跟他拼杀 杀 好然后他挂青龙道了 咱们这时候要闪了 因为已经凉血了 三血没有必要跟一个武将牌的人去拼杀啊 他挂出青龙刀来的话 咱们就拼 咱们就闪吧 可能他真的没有那么多啊 啊这里我就是直接把红杀局爆了流风 啊这个流风呢 这里边他是呃 无论他有没有人亡 他只要不是藤甲的话 我们就算没有杀 也可以利用他的力去打他 徐树的这个珠亥技能呢 嗯是要求这个人回合内打出伤害了 流风回合内对我造成了伤害 因为觉得我掉血了 所以呢我可以对流风发动这个珠亥 其他的这些大家可以看啊 就是没有什么意义 这个是反贼 南蛮入侵 那这样的话呢 不练师如果有杀 肯定会有些出杀的 不会考虑去收他队友 那既然开张南蛮 就意味着不练师没有桃 还有就是他想求流风送开一张杀 爆发 毕竟有固定刀嘛 我报完别人啊 别人也需要报我的嘛 啊风水流转 这个时候内奸是出桃救了一下流风 他不想流风这个这个呃 人头送出去啊 而且很有可能 如果说左慈关心的回合 关不到桃子的话 这个流风的人头应该就是灵统的 逆是明的啊 明的没有闪流风 然后你也是明的 胜了这个就是忠诚了 点人头对吧 反反反反反 最后这个寻优就是忠诚 寻优的回合也可以考虑去收流风啊 但是由于出桃已经出到灵统了 寻优是不敢轻易开万箭启发的 所以这一边就直接是旋风一下 拆曹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 他这个就这个时候寻优是的确 你是桃园也不科学 然后万箭也不科学啊 因为我马上就要死 那这边咱们就是选择 剑岩是要一个 要一个这个锦囊牌 结果是个顺手牵羊 那曹植这里边肯定是要翻面啊 翻的 就算你不翻面 你回合某两张牌 意义也不是很大 叼传的回合得有双杀 才能把曹植带走 好我们看一下啊 他顺了佐词一张 然后没有离剑 有杀都应该拿去离剑嘛 对吧 就是说有杀可以杀一刀曹植 再拿一张闪离剑啊 曹植人头很可能就是我叙述的 不连事这边应该是没有桃 他有桃的话也没有必要强受流风啊 可以考虑等一等 好那这个佐词是 可能是被叼传顺走了一颗桃子啊 我猜的 那这里边他就是选择这个九杀 然后这个 嗯 关心就早说出了呗 他觉得叼传可能没有闪 那叼传不离剑 那个手牌构成应该是桃之类的东东啊 要么不会留着的 拿着干啥呀 拿闪做什么 这个时候嘲讽都在我身上 我一写啊 大家猜猜应该是三个桃子 领统这里边可以考虑去顺佐词啊 然后利用逆去杀流风都可以 顺佐词看看走的是不是桃子更安全一些 反正我觉得不练师应该是够成有桃了 那曹植 曹植就是说一旦进入翻面阶段 他手牌比较透明 剪得没花破烂嘛 是吧 好不练师这边是缺多桃子了 嗯 我有闪啊 然后咱们这边闪一下 南蛮入侵 啊 雌雄他多摸了一张牌 看一看学有只鱼须一张杀 大智如鱼 好 然后等貂蝉出桃旧啊 或者是内奸出桃旧 嗯 觉得灵统有桃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 毕竟这个 你说桃子都去哪里了 是吧 到刘峰死的时候 反在一个桃里面出过 除了一所死 可能会被貂蝉顺走一个桃以外 那就是内奸受人头收到桃子了 这里边咱们就白板了 裸奔 猪拍个蛋 徐树这武将如果有足够的杀的话 猪海倒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那好 这里边呢 这个巡游是开桃源了 没问题啊 一个是说 一个是说 不连事实有两个距离 雌雄加简易 还有一个是左辞 他老诸葛 如果是有距离和杀的话 也是OK的啊 好 我们这里边先借刀 把这张 把这张 雌雄双武剑撸过来 然后咱们建言 这个时候选择要一个基本牌 要一张杀是最好的 杀不练十一刀的话呢 还可以再多摸一张 不过很可惜 给我的是一张闪 咱们这时候回合那 他被乐了 不要管曹子了 杀不练十一刀是最好的 雌雄白摸一张牌嘛 是闪啊 所以我就 当时我就说 可不可以指定桃子 这个游戏 他给徐树 其实已经不错了 锦囊 基本牌 装备 这是三类 还有一类就是红牌 或者是黑牌 万物藏生 作词这个时候开始杀内奸了 因为现在是3v3 反贼的状态还算是不错 因为我们主中的输出 相应来说差一些 学优这里边把握好节奏 因为收不掉反贼的话呢 曹子有翻面嘛 暂时收不掉曹子 你就这里边最好能开桃园 帮我尽快回席血线来啊 回了血线 因为已经觉醒了嘛 就是当周鱼玩呗 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啊 徐树呢 他建言 就给别人 咱就别说给别人了啊 反正能建言的时候 自己都没有背路 还不如自己撸啊 就是把拍给自己 尤其是锦囊 给自己马上就能用 那尴尬的是手牵羊 这个是意外啊 那是手牵羊我就给牵筒了 然后看一下巡忧 巡忧这体索是连出去了 然后开桃园 他就是准备猜什么 猜杖八 我把桃园给开开啊 因为不开桃园的话 曹石翻面 其实他不开桃园呢 开万剑的话 这局就送内了 就进主内反了 很有可能就进主内反了 我们这里边 我是要一个锦囊牌 我要一张锦囊 比如说拿出一个铁锁之类的 是最好的 毕竟有九杀 好 那这个勒布斯鼠 咱们乐上曹植 过了一张 呃 雌雄过了一张黑沙 玄游 刚刚那个步练师 两血 曹植 一血 玄游可以考虑去开万剑 开万剑呢 因为我这边的闪是名的 是我上回合建言的 呃 这么打的话呢 很有可能就是 进主内反啊 进这个灵筒 加佐茨 加我的主内反 玄游一血的话 下轮可能就要被收掉啊 这些都是我的 因为佐茨随便找个距离 可能就会收掉玄游 开桃园的话呢 咱们就再磨叽磨叽 主中方现在过的排数 也是比较多的啊 那灵筒 他这里是 拆了 他准备收布练师啊 这么打是 也可以啊 因为这张闪电 能再转回去的话呢 可能会批灵筒 呃 这个就是说 内奸的一个心理 呃 因为佐茨 是吧 他一直在搞内奸 关灵筒的手牌 那灵筒肯定是会 很恨很恨很恨 左词的 这里边就是说 他就是考虑 呃 收了带闪电的布练师啊 这样闪电就又转了 无中生有 灵筒现在是裸奔 那左词回合内 如果有闪电牌的话 杀一刀灵筒 关好闪电 灵筒就飞了 好那我现在三学啊 已经没有必要再开陶阳了 他这里边拆闪电 呃 稳稳的 稳稳的打啊 开炎纳剑 因为我也不能在 门口内让曹石翻面 好咱们还是啊 这个剑炎 一张锦囊 剑炎都要过拆了 我们去拆一下左词的桃子 那曹石有这么多桃子 也是意外之 就是意料之外的 因为曹石的手牌特别的多 嗯 你这个拆 不如拆这个空手的主持 老猪狗嘛 手牌比较容易被拆掉 好我们这边乐让曹石过 不怕布列斯真意啊 乐而不自首呢 而且 嗯 怎么说 就是说这个 曹石啊 要瞄我也是比较难 他最多就是去瞄瞄寻忧啊 我们拆一下这个寒冰剑 我的忠神裸奔 然后呢 场上曹石贝勒五张手牌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拆 他肯定是会 灵统肯定是会拆一k的 好 这个时候就不是三为三了 这个时候其实左词 就应该寻求一下灵统的帮助 反正你有空城啊 你最好的做法就是找一个距离 然后去杀寻忧 嗯 最好给灵统杀 让灵统早早的开始虚报 开始打忠诚 就是我们的思路呢 是随时在转换的 当你反贼足够强势的时候 当主攻一血的时候 你肯定是要推主 但是当主攻已经起神装 回血线了的话呢 嗯 而且反贼人数又不够了 那一定是要考虑 配合内奸去打寻忧忠诚的 而且呢 就是寻忧这个位置也比较好 他挨着内奸 挨着主攻 如果反贼一不打的话呢 那寻忧他这个回合内 选择骑着的东西就会很多 比如说他现在七色桃园了 无血拿手里边跟裸奔 没什么区别 如此如此 敌军自破 我们这里边还是要这个 呃 锦囊啊 哗哗哗 刷了N多牌 啊 我们这边这个 先杀一道曹植 啊 曹植被布列师追忆了三张 雷杀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闪的啊 然后咱们再拆 看能不能把那个AK拆掉 或者把这个 呃 就是把AK拆掉啊 知道的是他有个AK 鼓鼓他好像是还拿了个简易码啊 决斗 啊 大勇若切 大智如鱼 这样呢 大家看一下 曹植这里边就开始去打寻忧了 因为 你这个时候 你就要转换一个目标 一个是说你决斗灵统没意义 然后你决斗这个 徐术也没有什么意义啊 我这边不输杀杀曹植 我们这张杀流 我看我断杀啊 我希望我的回合 能打出一个好的输出来 不着急杀曹植 就是现在剩下这些武将 玄优特别的刻佐词啊 很刻佐词 因为佐词他有空城 正常来说空城 你是不会掉血的 但是玄优就不好说了 那好 那反贼呢 在这个进入到2v2v1的时候 从曹植开始打玄优 你说这个灵统应该是 呃 就是佐词你早点给灵统一些杀呀 什么的啊 我们还是要找这个锦囊 好 这里边我说一下啊 这个射手仙阳呢 我应该去顺青龙刀 保护一下玄优 因为玄优没有其侧 所以我觉得他手里边 应该是一些能保命的牌 有闪什么的 我就没有去顺青龙刀 顺青龙刀更稳一些 城城这里边 已经摸到怪石斧了 有没有八卦 意义并不是很大 而且曹石是没有距离的 所以我要不要这个八卦 暂时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可以考虑去顺青龙刀 保护一下玄优 然后在下回合找机会啊 争取怪石斧九杀佐词 最好呢 在玄优A掉佐词一血之后 斧头九杀带佐词飞 这个是最好的节奏 那咱们应该去顺这个青龙刀 但是呃 就奇怪的是啊 佐词他这里边是没有去找输出 而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八卦 好 灵统那间先开始杀玄优了 好 这个铁锁啊 连的不错 好 铁锁连的挺好的 那咱们继续找紧张 我想找出手过拆去搞这个佐词的桃子啊 我觉得佐词很可能有桃子的 好 咱们铁锁刀把这个青龙刀给顺了 就是路过来啊 然后让佐词翻着 整体压压佐词的血 因为你把佐词压到一血的话 玄优的回合 他就可以考虑开AOE去收人了 开南蛮入侵去收人 都是OK的啊 曹词翻面咱这里边乐佐词 我为什么不乐内奸呢 乐了内奸内奸也可以旋风 血优三血 暂时比较安全 然后你一把佐 你如果不乐 你如果不乐佐词的话 可能佐词回合内会找桃了之类的啊 那如果你乐上佐词 佐词要关自己的这个勒不思索 还要找桃子 相对来说比较难一些 然后你乐领统的话呢 佐词可能考虑不用管领统的乐 没好拍我就拉下去啊 我找桃或等等的 这样小内跟着一起掉凉血之后呢 就过来拆我的啊 把我的乱七八糟装备都录了啊 他不给我加一啊 四血可以不给加一的啊 可以不给 这个寻游他说他是这个点错啊 如果寻游这张过拆去拆佐词的手牌 就非常的完美 我们正眼不要触杀 不要触杀啊 曹词有杀没翻面 因为我的回合内可以考虑去杀曹词的啊 把曹词打翻面 所以我怕断杀啊 我的LU就慢一些呗 有什么关系呢 好 结果没断杀 咱们继续啊 找锦囊 找锦囊 找铁锁啊 不过铁锁都被用光了 就是我也没有记牌 如果你玩徐树 你能活到这么远 你记记牌也好啊 当然对我来说 这个出一张锦囊啊 决斗啊 什么的都是不错啊 就是找锦囊 你才有机会找到双杀嘛 别的意义也不大 你说这时候找个装备 那边空城你也打不了他 我没有杀 可以杀超知 结果找的是闪电 挂上 是吧 挂上 反正P也是P灵桶啊 我是不会打灵桶的 反对不死 我是不会搞灵桶的啊 打内奸 哎呀 重重比较宠内啊 好 熊又被冰了 要不然A继续A 可能左思就死了 这些都是我的 他这里面肯定过来拆我的 别着急扔 两张 他这边去拆八卦了 这些都是我的 两张都拆我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主要灵桶 被闪电吓到了 希望左思死 还是怎么的 咱们这里面建言 这次拿到的就是 这张铁锁 好 这个铁锁挺关键的 曹石一直在翻面 是没有闪的 好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左思跟曹石 再一回合你收掉啊 怎么说 挺拼RP的 有没有搞错 但是 但是呢 这个 我的RP还好 对吧 虽然说我曾尴尬的摸到一张射手牵羊 左边雪油裸奔 右边曹石裸奔 雪油还是我家自己人 我不可能顺他啊 然后给内奸也不错 那好 这局比赛呢 这么打的话呢 我们就赢了啊 这个雪油可以考虑 行过差行啊 开炎那剑 我们继续找你了 那这边就大不了等寻游死呗 回合那双杀带走灵统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双树这个时候 你有多余的杀了 等一会儿 我们就可以发动 我们自己的这个猪 猪害了啊 我发动猪害 时候太少 因为杀不太够 他既然冰了寻游就不要杀寻游了 这样的话呢 一个是说给寻游一个牌 还有就是会被我杀 我这点猪害 何必当初 怎么说呢 就是灵统吧 比较倒霉 原因呢 他这边直接看决斗吧 灵统带走啊 原因就是说 他坐在老诸葛的下家 第一回合 可能老诸葛就没给灵统什么好牌 可能就是随机的 老诸葛拿到自己想要的牌 然后让灵统随机摸 第二回合 当反贼死掉一个之后 忠诚死掉一个之后 这个 不 到第二回合啊 第二回合 这个雕蝉还没死吧 雕蝉还没死 然后这个左诸 他九杀貂蝉 九属性杀貂蝉 我跟貂蝉在链子上 然后这个时候 对反贼来说 他肯定是要空那间的 至少不给那间桃子啊 就是 左诸呢 他这个打法就是 肯定是要空灵统 一直空到反贼出现烈士为止 那出现烈士的时候 悬油状态还不错 徐树的这个状态也回复了 你这个时候 你考虑联合内间了 所以呢 灵统他这个内间打 他这个内间比较倒霉 前期一直被控牌 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进行一个好的虚报啊 要不然对于一个裸奔的悬油 一回合带走 也不是啥梦想 大家可以看 我从头到尾都没摸到过桃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像 我这样的这个武将啊 或者说我这样的这个主攻 对寻忧忠臣 没有什么太多的支持 因为我摸不到桃啊 就是裸摸 那像寻忧忠呢 这个是一个暴走的感觉 他当中欺负的就是 反贼的血线低 因为反贼大部分可能是三血 就算四血的反贼 他跟主攻比血线还是要低的 那主流主像我 我这种非主流主 我都是五血 那像孙权啊 袁绍啊 董卓呀 血线都比较高 所以他放心的看A的一个优势 就是主攻的血线 本身就比你们高一些 那如果主攻的血线还可以的话 就可以放心的A 所以这局比赛呢 就是说 我们的两个输出中啊 貂蝉他 他也是就是没有闪啊 被九鼠性杀了 如果那局貂蝉 真的有一张闪的话 比如说神币约一张闪的话 我们就赚大了 那这局比赛呢 就给大家放到这儿 就是看一下 徐树的这么一个发挥 挺吃运气的 我这是自残觉醒啊 这个发挥还不错 毕竟着急能 除了那张闪电啊 除了那张闪电啊 那个其他的都还好 这个就不要吐槽 貂蝉选项什么的 肯定是优先选输出 再就是说 我也是刚玩徐树 我也是反应不过来啊 不能给吊蝉 就是说 这个久了就好了 对吧 久了你就 你就明白了啊 这个不能给女人 这个设计挺奇怪的啊 为什么只能给男的呢 不太懂啊 应该是男女都能给 而且大家可以看啊 就是徐树的主视角呢 因为如果你找锦囊的话 你是最赚的 毕竟闪电只有两个 对吧 只要找的不是闪电 一般来说 这张锦囊牌都能用出去 而且找一些什么顺手啊 勒布斯鼠啊 哪怕是一张无蟹 你自己拿着也好 还是给到原主的 或者是给到一个 血线比较高的 哪怕无蟹 你给到内奸手里 都是可以的 内奸一般来说 血线会比较高一些 都是可以打的啊 这个锦囊的 这个性价比更高 你找红牌 黑牌 基本牌 基本牌 我不也找过吗 那个时候是断纱 不仅断纱也没闪 找个基本牌 赌一发 来张是纱的话 可以刺雄白摸一张 这是比较赚的啊 给大家看一看 徐树的这么一个主视角 还有就是他的这么一个发挥啊 这局就是运气比较好 刁蝉桃子多 然后玄优打的也不错 因为没有玄优的话 没有玄优的话 压掉的血是回不来的 在初期四个反贼 四个反贼的时候呢 我会被压惨 但后期的话呢 刘峰死早了 大家都没有距离啊 你看曹石就是在那感叹 到死也没对徐树出一张杀 第一回会出一张杀 然后就没有了 就没有然后了 他没有距离 好了 这局比赛就到这里 这个武将买不买呢 我现在也不好说啊 因为我觉得呢 就是武将现在还是在体验阶段 如果说将来我推荐大家买货 不推荐大家买的话 主要是考虑他的出场 如果一个武将呢 他的胜率跟出场能得到一个保证的话 大家可以买 可以去玩 如果说他的这个出场比较受限 比如说当反贼的时候你可以选 当忠诚的时候你就不能选了 比如说像福皇后这样的 而且呢 福皇后还比较吃主公居 那样的话呢 我可能就不会考虑 这个推荐大家买 而且很多工会群内 他们都会禁掉福皇后 所以买这样的武将意义就不是很大 虽然说福皇后 他当反贼的胜率并不是很低 但是没有什么意思 他出场会少 50%的反贼概率 那如果说像成功这种武将 他既可以当反又可以当忠 而且成功是绝对不吃主公居的 当然啊 董卓菊的话慎选 除了董卓菊 张角菊 张角菊也是慎选吧 因为你会被人盲居 这个 张角菊当中 董卓菊当中啊 就是当反贼 在董卓跟张角菊可以考虑 不要去选成功 因为你会被盲居 主要问题就是盲居的一个问题 那反贼 他盲居的目标肯定是那些 极致忠臣属性 并且跟这个主公有极加配合到 董卓菊的这个成功反呢 你发挥一般般 然后你当忠臣发挥会非常的好 然后大家找不到三雪的忠臣碎皮 可能就过来居你 这很有可能的 所以就是不推荐在董卓菊选成功反 而且成功反你还很吃位置啊 董卓菊28肯定不行 三七也有点近 最好是越远越好 就说像成功这种武将 他驻场率很高啊 像什么曹拼啊 袁绍啊 中反都OK 孙权 那各种主流主攻 非主流主攻 无论是忠会邓爱 成功当中当反 都非常的给力 这种武将 他胜率又高 他操作性又好 他发动机能的概率又强 那我肯定会推荐大家买的 但是像徐树这种武将呢 大家都说重重有点白板 我这是这是我自己火攻的 当然就是这局大家可以看到啊 怎么我都能觉醒 因为毕竟有玄优嘛 就算没有人打我的话 玄优也可以考虑开优异 那还有这个 哎呀就是说就说觉醒啊 你是主攻 你觉醒肯定不难 因为这一学你怎么都能卖出来 你是别的身份 你是忠臣 那你觉醒相对就难 你是反贼 你觉醒就容易 就是说你从觉醒的角度考虑一下 对吧 你是这个反贼三个队友 而且主中方可能会开AOE 你就很有可能觉醒 那你是忠臣的话呢 你这个觉醒的难度就偏大一些 没有队友跟你配合 那忠臣的杀 杀敌人还不够呢 谁有空杀你一刀啊 对吧 那孙权的这张杀 你坐在孙权旁边给孙权当中 那孙权的这张杀杀你 他为什么不去制衡呢 可能制衡了就是一个武器 可能就能杀到一个反贼 所以就是说这个 他给嘲讽的主公当忠臣 给孙权当忠臣 我个人觉得这个嘲讽度是不够的 拉不到嘲讽 没有救援 然后本身输出又有点不够 孙权又不能包养你 但是他给刘备当中可以考虑 仇仲选他给刘备当过一次忠臣啊 我动过一次 然后刘备刘备上来没有分牌 我动了一次 然后刘备就死了 就是刘备就一圈跪 就一轮就跪啊 还没等我 还没等刘备分牌 刘备就死给你看 然后呢 所以没有跟刘备配合的这种体验 那我想我还会这个点将去书 再玩一玩的 去体验体验的 买不买的话呢 他肯定不如成功出场高 他的出场率 大家就是自己去考虑一下吧 肯定是出场率不是很高的 唯一强势的地方呢 或者说是唯一一个能保证他出场率的地方 就是他血线比较高 14血 28位的反贼可以考虑选 这个一些有特殊 就是一些有特殊属性的主攻可以选 比如说像刘备 刘备包养他的话 你这个猪汉 还是能发动的概率比较高一些啊 就是那句话 给我一把沙吧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如果说他能进单挑的话 他单挑 跟周瑜比有英姿多三张 但是没有反剑 单挑的话还是可以有的 单挑能力是可以有的 当内奸的话 这个就是慢慢玩 再考虑考虑啊 这个武将节奏偏慢 是他的一个弱点吧 好 这个主攻嘛 这个娱乐娱乐 我觉得 徐优啊 打得不错 嗯 好了 就这样 咱们下期见 大家呢 这个优酷呢 是有一个给播客的一个奖励啊 我以前也出我以前视频当中也跟大家说过 就是如果大家呢 嗯 这个优酷 社会员 或者说你有你有这个网银支付宝的话 可以考虑给虫虫送花 嗯 就是刷人民币的礼物 就当给虫虫 嗯 支持虫虫 给虫虫送的奖励了 如果你支持我的视频的话呢 嗯 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考虑给我送送花 嗯 好了 就这样 多说一句 谢谢大家 那喜欢我直播的朋友呢 记得来看我的直播 直播的时间呢 改到晚上七点半 每周三 每周六 晚上七点半直播 其他的时间呢 大家看我微博的通知 嗯 有可能我也会变直播的时间 比如说像武将徐树新书的时候呢 礼拜一我也是开直播了的 好了 嗯 就这样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